以前的我属于那种邋遢型的 就是能说那种懒姑娘 你们就是能理解不 就是上上干活 回来的时候洗洗算算 就正常的不像人姑娘说 就化妆啊 是怎么怎么的 斩头发也是穿高鞋 这些我都不做 然后我妈就成年就总羡慕 说你看谁这家姑娘 染个头发 那啥是染得欣欣 但是你看那谁这家姑娘 带一排小耳朵 真好看 我一听你被羡慕人家了 我整吧 我整完以后她又说了 说哎呀妈 你求这像啥像个鬼 所以你看 在整片里面 她那个头 那个染的那个颜色的头发 也是你妈说好看 你去染的是吗 是 那是她羡慕 染完以后她又说 哎呀妈 你求像啥像个鬼 然后我又整回来了 就让她给我折磨的 妈妈说什么你都会听吗 我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我肯定是会听的 我怕万一哪天 你妈说 你看燕子那大高个 多漂亮 你咋整 哎呀我的妈呀 你这没说呢 就为这事我给家练穿高跟鞋 脚膊都摆毫毁了 哈哈哈哈 你因为啥事练穿高跟鞋啊 这不我妈成天看你节目吗 成天说你看你燕子 这小型 真招着鞋 你看你那小脚 真带劲 你成为你那小皮肤 我行的我整吧 我就照你那样学 你说说 我今天敷点黄瓜片 明年弄点鸡蛋清 整了一六十三 那会整好 哎呀我妈 整你脸大嘎的 挺好啊 然后我妈还说 不是那也是她小眼 你能整一样带劲呢 我说等我看着的 我要两张照片回来 我要已经丑够了 好